维权律师江天勇才刚出狱又同家人一起失踪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 2月28日刑满获得释放 前往监狱迎接的朋友说 他被释放后立即被人接走 去向有待确认 早前消息说 当局不准其返回北京 多个消息来源说 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 因山颠罪 服刑两年后 2月28日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 不过星期四上午 前往监狱迎接江天勇出狱的友人 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领 推特上发文说 江天勇被接走了 江天勇 中国维权律师 2004年起职业 曾代理大量宗教自由 访民维权等敏感案件 其中包括山东盲人律师 维权人士陈光诚案等 709大抓捕事件后 参与关注和救助 709律师及家属维权 2016年11月 江天勇被失踪 2017年6月 因删颠罪名被批捕 8月庭审 11月获刑两年 那么江天勇星期四到底被谁接走 目前情况不明 因为王俏领仕途与江天勇的父亲和妹妹联系未果 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跟接江天勇的家属联系不上 监狱说 他已经被接走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没有见到 本来和江天勇的家属说好的 一块来接 但是从星期三晚上 我们跟江天勇家属就联系不上了 因为家属是被带上警察的车 说是来新乡接江天勇 但是现在家属的手机打不通了 而且一直打不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星期四说 王俏领等人 星期四早上8点 来到新乡监狱 上午9点45分 获得监狱答复 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 不过 江天勇的妻子 金电灵 2月26日发消息说 河南信仰老家的国宝人员 来到江天勇父母家 说上级领导有指示 江天勇不回信仰了 要送他去郑州 金电灵还说 2月16日 狱中的江天勇 明确地跟他的妹妹和妹夫说 监狱领导跟他谈话说 不能去北京 只能回老家 国宝的解释是 江天勇户籍在郑州 所以由郑州国宝 接到郑州 办理户籍恢复手续 安排住处 安排工作 对于上述说法 王俏领对美国之音说 是 现在只能是官方说什么 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消息渠道吗 与此同时 当局严格限制 其他维权律师家属 前往河南新乡 迎接江天勇出狱 709维权律师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 对美国之音说 是这样的 我和刘二敏 被国宝限制在我的家里 星期三下午两辆车 还有好几个国宝控制我们 没有让我们出去 至于当局为什么这样做 李文足说 本来今天是江天勇出狱的时间 按照正常的情况 今天应该回来 由家属直接接回家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 但是 现在他们当局把家属也控制了 江天勇的家属也联系不上 然后整个人被失踪了 这完全是不合法的 不按照正常的来骂 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 维权律师江天勇出狱 以及出狱后的状况 34个境外人权和法律团体 及政党星期一发表声明 对江天勇2月28日获释 及获释后的待遇 能否符合法律 及国际人权标准 深表关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违法的中国特色法治现象 电视认罪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在中国官方媒体 或亲中媒体上播放的 犯罪嫌疑人的电视认罪 是中国政府宣称的 法治社会的一个特色和产物 这种承袭并发扬光大了 文革时期的游街示众的做法 让当事人在深陷淋雨 孤立无援 承受巨大肉体和精神酷刑下 不得不屈服当局的压力 做出违新的悔过 这些是过去几年来 在中国央视 或被认为亲中电视台 播出的一些引人关注 具有中国特色的 电视认罪的片段 林荣基 是前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 2015年10月24日 在罗湖海关过关时 被深圳海关人员带走 后被公安押解到宁波 在此后的五个多月里 林荣基被据称中央专案组的人员 多次提审 后来在有导演 有台词的安排下 在摄像机镜头前认罪 有关片段于2016年2月 在凤凰卫视播出 林荣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中国当局未经法庭审判 没有他的律师在场的情况下 强迫他认罪 承认非法经营和销售禁书 他说 全部都是他们安排的 他们让你把要说的话写下来 他们不满意的话 就帮你改内容 改完以后你就念 里面的悔过书也是 我写出来 他们不满意 改完以后签个名 林荣基说 中国当局安排他 以及其他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 目的是给中国大陆的老百姓看 是在杀鸡儆猴 2016年6月14日 林荣基在两名中央专案组人员陪同下抵达香港 拿取铜锣湾书店客户订购书籍硬件资料 带回大陆后 作为法庭审判的证据 不过 在原定要在16日返回大陆之前 林荣基决定召开记者会 公布他被失踪 被认罪的真相 与大陆相比 林荣基在香港 还有一定的新闻自由 他还敢 而且能通过媒体 讲出真相 但是 那些人在大陆的 被迫认罪的人们 他们面对自身安危 家人安危 当局国家机器的威逼 在被迫电视认罪之后 无法 不能 不敢说出真相 高瑜 事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 1989年6月 1994年11月 和2014年4月 曾三度入狱 2015年4月 一审被法院 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的罪名 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14年5月8日 中国央视播放了高瑜被电视认罪的陈述 他的面部被椭圆形画面效果遮盖 当时他说 我认为 我做的触及法律的事 危害了国家的利益 我这一点做的是非常错误的 我是诚心诚意的 接受教训 而且要认罪 高瑜在2015年11月26日二审时 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 由于身患重病 高瑜获得肩外执行 今年4月23日 服刑期满 高瑜说 他完全不知道当局在什么时候偷拍了他被预审时的话 当局之所以在脸部打了马赛克 是因为声音和嘴形对不上 高瑜认为 当局未经过他同意 录制了他的视频 比709案那些律师们和活动人士在法庭上被迫认罪 更卑鄙 更卑劣 更无耻 高瑜说 中国政府称是个法治国家 但是当局强迫犯罪嫌疑人 公开在电视上认罪 证明中共政权的无法无天 他说 当局强迫人家认罪 用电视来判定 来干涉司法 来判定人家有罪 好像上了电视 就是有罪的 这完全是对人格 人权的践踏和侮辱 高瑜表示 电视认罪这种形式 比文革时期的游街市众 影响面更广 能传播到全世界 对当事人侮辱更大 他说 一个犯罪嫌疑人 是否有罪 应该由法院终审判决 而绝不是这种未审先判 舆论定罪 709案中 被抓捕的律师 王宇 在被关押三百多天后 获悉唯一的儿子 安全受到当局的威胁之后 按照关押他的人员的要求 多次录制认罪视频 王宇说 认罪就能得到当局的宽大处理 他说 孩子是我的一切 当时那种情况 也许我只能选择那样做 最终 王宇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 在摄像机面前 背诵写好的稿子 纽约大学访问学者 前中国律师 滕彪说电视认罪 违反了中国刑法中规定的 无罪推定原则 在法院认定之前 要假设犯罪嫌疑人 是无罪的 他说电视认罪 恰恰是让这些人在审判之前 忏悔 认罪等于是给案件 已经定了信 而且从当事人自己的角度 主动认罪 没有任何其他的旁征 其他的证据 这是最明显的违法之处 滕彪说从过去发生的情况看 绝大多数电视认罪的人 实际上在被关押期间 都受到了酷刑 肉体上的酷刑 精神上的酷刑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被迫做电视认罪 有的是在遭受酷刑之后 实在承受不了 有的是家人被抓 有的被当局威胁 要重判等等 滕彪说电视认罪 是中国宣称法治国家的一个特色 其根源来自文革时的游街示众 通过公开的羞辱 认定当事人是黑五类 或反革命等等 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 电视认罪的这种做法 开始多了起来 现在用的越来越多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类似的电视认罪的做法 很难找到 我不理解朝鲜的情况 但是好像中国的这种做法 具有中国特色的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视 2018年6月发布的调研报告 剧本与策划 中国强迫电视认罪的背后 指出 从2013年7月到2018年2月 媒体人 人权律师 非政府组织人员等 中国公民 香港居民 外国公民 在内的37人 共45例电视认罪者 其中包括高瑜 林荣基 瑞典公民 铜锣湾书店老板贵明海 瑞典人权工作者 彼得达林 这份报告说 中国官方媒体 尤其是中国央视 不仅仅是被动的平台 更是中国警方制作 剪辑和播出 这些电视认罪的积极合作者 保护卫视 要求中国当局 立即终止电视认罪的做法 并敦促国际社会 向中国政府施压 惩罚播出电视认罪视频的媒体 中国政协代表 全国律协副会长 朱征夫 2016年3月曾经表示 电视认罪 不等于真的认罪 更不等于真的有罪 这种做法 误导公众 迫使检察院 要提起公诉 法院要做出有罪判决 他呼吁 要减少 甚至取消犯罪嫌疑人的电视 认罪的做法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经济本末倒置的核心竞争力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9年2月28日 德国之声中文网发表贺江兵的评论文章 2月25日 中国最重要的官方证券报之一 新华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 发表了一篇 股市将成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组成部分 引发争议 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 该文荒谬绝顶 以下为评论内容 最近 中外媒体朋友和太多人 让我谈谈 中国官媒的奇葩文章 股市将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组成部分 荒谬绝顶的文章 问的人多了 也引起了我的重视 这如同把家庭人员是不是全是胖子 作为衡量家庭富裕和幸福美满的标准的核心指标 一样可笑 变胖也许是个标志 但是也有肥胖病和其他遗传疾病所导致 这种奇葩论断 纯属本末倒置 退一万步讲 如果官媒论断成立 股市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 那么 中国股市国家核心竞争力 存在先天不足 发展畸形 注定失败很久了 本末倒置的核心竞争力 2月25日 中国最重要的官方证券报之一 新华社旗下的中国证券报 在头版显著位置 发表了一篇 股市将成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 组成部分 并由新华社官网 新华网转发 加之中美贸易战 美国总统川普 在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会谈结束后的3月1日 可能会宣布 定于3月2日 加征关税到25% 再次延期影响 本周股市大幅上涨 这次大涨本身就能证明 中国股市是政策市 消息市 是病态表现 而非健康的股市 一个健康的股市 必须建立在上市公司 基本面普遍较好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人为拉高股指上涨 去证明上市公司 基本面健康 至少 截至2月28日上午 百度百科 还是这么解释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国家核心竞争力 由国家经济实力 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 三大要素构成 简言之 人才 创新 制度 三项基本元素 构成国家核心竞争力 两个三要素中 并无股市之说 官方专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蒋惠公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三元素 这本书里也是这么论述的 笔者为了防止出现论述偏差 不能与时俱进和不够权威 特意到国务院的官网 中国政府网进行了检索 2015年4月11日该网一篇 李克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要靠基础科学研究 这篇文章跟国家核心竞争力论述相近 并没把股市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说法 该文说 国家核心竞争力 要靠基础科学研究 根基扎实 才有原始创新 才会有世界一流佳绩 李克强总理说 虽然这一研究 现在看向坐冷板凳 但将来会变成热领域 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上的表述是 经济决定金融 金融反过来影响经济 而股市只是金融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在中国体量最大的 依然是间接融资为主的银行系统 股市的影响力 远远不及银行系统 股市都成了国家核心竞争力 那银行是什么 股市可能会成为经济的晴雨表 那是正常的股市 在中国晴雨表都没当过 难道股指涨了 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就强了 这么比较 2007年上证指数6100多点 是这12年国家核心竞争力最强的时期吗 这种逻辑 如同美国总统川普 经常把股市上涨 当作其政绩 我至少写了两年多的文章 批评过川普的这一毛病 一个逻辑问题非常简单 万一股市跌了 就是你的问题了 股市当成国家核心竞争力 犹如川普把股指当作政绩 一样荒唐可笑 如果官媒逻辑成立 中国早就败了 假如官媒中国证券报的逻辑成立 百度百科把词条改了 把股市列为国家核心竞争力了 那么中国的这个股市核心竞争力 存在先天不足 成长畸形 跟美国比早就败了 中国的股市 绝对是照搬的西方模式 早期是为了给国企解困 缓解银行压力 和化解分散国有银行风险之用 后来 为找对门路的部分 民企圈钱所用 最后沦为了权贵套现的工具 奇怪的是 中国股市设立了10%的涨跌幅 更奇怪的是 在2015年 引进了熔断机制 当时一个段子 很能说明问题 这段子说的是 A股的熔断机制就好比 做过节育手术的人 还需要吃避孕药 并带避孕套 目前 中国股市中 最大的问题是 IPO 首次公开发行问题 证监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还不如中国足协 现在打个比方 中国证监会是足协 交易所是主教练 国家队队员 是上市公司 那么 选谁进国家队 就是IPO了 中国证监 会把足协和主教练的活 都干了 还设立交易所干嘛 大陆IPO标准 很完美 好像在保护投资者 而实际上 是逼着你上市公司造假 逼走好公司 到香港和美国上市 这是大陆资本市场 持续走落的根本原因 腾认是香港投资者 必配的股票 上市十几年 股价翻了几百倍 阿里巴巴在美国 也为投资者 带来丰厚的回报 而类似的好公司 根本无法在A股上市 我早在2014年3月12日 在中国华夏时报上发表过 阿里 京东 腾讯 应在国内上市 这篇文章 阻碍上述公司 在国内上市 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 一个是要求你上市公司 必须连续三年盈利 这一套 既把百度挡在门外 也使得像京东这样的公司 不得不远走美国上市 另一个历史原因是 国内网络企业 大多采用了VIE架构 而这成了大而好的网络企业 在中国赚钱 在海外上市的悲剧 美国新股上市 看的是未来 中国的股市 看过去的业绩 业绩如果不好或亏损 只能造假上市 美国公司上市 看是否造假 中国上市 看造假 是不是存在破绽 中国证监会 牢牢抓住新股 发行审批权的肥肉不放 发审委的 那固定的几个老头 什么都懂 什么又都不懂 美国证监会 让专业的律师 会计师 行业专家等审批 美国的证监 会把重点放在 监管和维护市场稳定 中国的证监会 把持发审权不放 市场混乱到 让人忍无可忍 要是真如中国证券报所言 股市将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话 中国股市这个畸形二 早就失败了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赏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3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机赏一栏 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您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 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火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火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中国与世界每时每刻的变化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请您立即下载明镜之声APP 您的随身收音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